经常杀人的朋友都知道 杀人抛尸后都会因尸体腐败被人发现 那要怎么做才不被发现呢 打住再去想 你就是我下期素材的主角 眼前这位70岁老帅哥 展示了自己的答案 他将一个比他年轻30岁的男子残忍杀害 将其扔在垃圾堆里 用垃圾的臭味来掩盖腐败味道 只不过他不知道 这是永远抱不住活的 一副无所谓这么一个表情 有说有笑 想吃吃想喝喝想睡睡很自然 不笑这么一个 给我感觉不笑这么一个杀人发 不禁让人好奇 到底是什么 造就了这样一个老二人 时间2012年5月14日 地点河北省清院县 这天当地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声称自己的儿子突然失踪了 据了解失踪人名叫刘震 今年39岁 几年前为了生存 从安徽来到河南清院收购废品 可就在5月13日这天 刘震和两个亲戚一起出门收购废品后 就了无音训了 当时刘震家人并没有想着报警 而是组织大量人手对刘震进行了寻找 可他们找遍了附近所有村镇 不光没找到刘震 甚至连刘震开出去的三轮车也没找到 在之前 性格内向的刘震每天的生活很规律 根本不会夜不归宿 更不用说手机长时间处于关机状态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 清院县公安局立即启动一次失踪案的侦破机制 印制大量寻人歧视 希望有人能提供相关线索 同时 警方对失踪人刘震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 通过对亲人朋友询问得知 刘震平时是一个勤奋内向的人 每天开着自家三轮车行走在周边村庄 靠转卖一些废品来养一大家人 在5月13日这天早上 刘震和两个亲戚分别开着自家三轮车去外收废品 那刘震的失踪与这两名亲戚会有关吗 警方第一时间找到了这两名亲戚 通过对他们的询问得知 由于三人是早上5点就出门了 其中两名亲戚为了吃早饭 就在路边停下休息 而刘震为了能快点收完废品 就独自一人去了其他村落 直到中午 三人打算相约一起吃饭之际 却发现刘震已经联系不上了 由于有证人作证 加上两名亲戚与刘震关系不错 警方很快排除了两名亲戚的嫌疑 一个大男人在白天突然失踪 他到底去哪了 难道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随后 警方调取了刘震的通话记录 希望从中找到相关线索 很快 警方就发现 在5月13日这天早上 刘震一共有三次通话记录 在早上6点13分的时候 他主动拨打了一个尾号为3762的电话 十多分钟后 一个尾号为5494的电话打了过来 一个半小时后 刘震给尾号为5494的电话打了过去 再次之后 刘震就没有任何通话记录 这就说明 这两个机主应该是最后联系刘震的人 他们与刘震的失踪应该有着某种关系 与此同时 同行的两名亲戚也向警方反映 刘震与他们分别的时候 也正是在早上的6点25分 他是在给人打了一个电话后 就说要去邻村收购废品 以此为线索 警方对这两个电话号码的机主进行了查询 很快 一个叫胡某的男子进入了警方事业 据胡某交代 在5月13日那天 刘震的确来过他家 当时也只是为了来他家收购一个就铁锅 通过调查 胡某可谓是刘震的恩人 是他带领着刘震走上了收购废品的道路 就连刘震现在开的三轮车 也是胡某低价转给他的 就是因为这个 刘震每次来到这边 都会带上一些礼品 来胡某家坐坐 唯独在13日那天很特殊 刘震全程显得很匆忙 收完铁锅后 就立即离开了胡某家 刘震的匆忙离去 会不会与后面打来的尾号为5494的电话有关呢 警方对这个号码的机主进行了调查 周春国 69岁 5月13日早上给刘震打电话的正是周春国 为了能了解到更多情况 警方来到了周春国所居住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废弃的院落 周边杂草丛生 里面有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屋 在小屋旁 还有一个臭味熏天的垃圾队 让人遗憾的是 周春国并没有在家 而且大门紧锁 难道周春国是听到什么风声后逃跑了 可一个69岁的老大爷 怎么可能会与一个39岁男子的失踪有关呢 为了不放过一切线索 警方还是打算对周春国做更详细的调查 结果却让人很意外 在河北保定一共有三个人叫周春国 可没一个人的信息 与现在这个周春国信息相符合 这就说明 这个周春国是一个没有户籍的隐形人 案情瞬间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同时也变得有难度了 如果周春国真与此案有关 警方要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的 可谓是大海捞针 那这个周春国与失踪人刘震有什么关系 两人在当天的电话中又说了什么呢 警方再次找到刘震的家人 就以周春国进行了询问 原来在5月12日这天晚上 周春国突然给刘震打了电话 说自己手上有很多值钱的废品 让刘震明天钱带多点 来自家来收废品 第二天害怕亲戚与自己抢生意 不吃早饭的刘震就拿着备好的3000元 一边收着废品一边前往周春国的住所 难道就是因为这3000元钱导致了刘震的失踪 由于周春国迟迟不现身 他的嫌疑无法被排除 警方只好对他近期的行踪轨迹进行了调查 通过调阅周春国的通话记录 发现他与一个王姓男子联系频繁 随即警方找到了这名王姓男子 在他这儿 警方得到几条重要线索 第一周春国表面看着是一个老人 其背地却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第二周春国是保定望度线人 三个月前 在朋友的介绍下 周春国来王某的工厂上班 晚上就住在厂区内看护厂院 第三 5月13日后 周春国就突然失踪了 失踪前还向自己转卖了一辆三轮车 得到这些线索后 警方第一时间查看了那辆三轮车 车厢里的那口废就铁锅 让警方直接认定为 这就是失踪人刘震的三轮车 很明显 刘震的失踪与周春国有着莫大的关系 随后 技术人员对周春国居住的房间进行了勘察 在地面和墙壁上 技术人员发现了大量喷溅型血迹 通过检测 这些血迹正是失踪人刘震的 种种迹象表明 失踪30多天的刘震可能已经遇害 而凶手正是周春国 可让警方不解的是 周春国为何要杀害刘震 难道真是因为3000元钱吗 可能这一切只有抓到周春国就能迎刃而解 可要怎么才能抓到他呢 就当警方就此困惑之际 回家取东西的周春国 与屋内的民警不期而遇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到案后的周春国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从他的描述中 警方只感觉到周春国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意义 据调查 周春国从老家来到了清院县 一直在王某的工厂打工 可周春国总是好吃懒做 游手好险 好不容易赚到钱后 也是第一时间找人喝酒 生活是过一天算一天 完全没有规划 直到遇到刘震 周春国的生活才有了改变 一次偶然的机会 周春国知道电瓶原来可以卖钱 而且刘震也愿意出每个180元的收购价 从那时期 周春国就像得到了快速发财的办法 他每天想尽办法去搜集电瓶 甚至花低价从他人手中买来电瓶 然后转手卖给刘震 从而来赚取差价 可由于两人合作的增多 交易慢慢出现了问题 原来刘震的抠门在当地出了名 市场上一元的收购价 在他这都只有九毛 每次收购完废品后 也都会在村民家顺走一些小物品 眼看周春国可以这么简单赚到钱 刘震就想着以后用130元的价钱来收购周春国手上的电瓶 可周春国哪会同意 曾经还多次惹毛了周春国 眼看这个价格醒不通 刘震还是以180元的价格继续收购 只是每次的钱款并不是马上给 而是以各种理由拖欠 直到5月11日 周春国又打算将手中的电瓶卖给刘震 最后虽然成交了 但刘震仍然没有给钱 期间让周春国更愤怒的是 刘震临走之际 将自己平时捡来的废塑料瓶偷偷拿走了 这可是他几天的生活费 从那时期周春国就打算教训下刘震 5月12日周春国撒谎自己手上有很多值钱的废铁 让刘震带着3000元钱来 眼看又有钱赚 13日一早就来到了周春国家住 就是在这里 周春国用铁锤和刀具将刘震残忍杀害 并拿走了3000元钱 到此案件真相打白 通过调查 周春国此前因多次盗窃被判入狱 之后因拐卖妇女儿童再次入狱 一共服刑21年 在周春国的带领下警方找到了刘震的尸体 原来垃圾场令人作呕的味道 其实是刘震尸体腐败的气味